总部设在德国巴伐利亚 齐恩朵夫的人权组织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 日前就高瑜被拘捕一事 致函联合国 欧盟 欧洲理事会和德国议会等机构的人权委员会 以及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务院 希望他们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高瑜 现年70岁的高瑜在今年4月24日失踪 5月8日 中国央视播出了高瑜泄露国家机密认罪伏法的尽头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认为 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将人格羞辱作为打击一己的高效措施 以达到恐吓民众消除不同声音的效果 与高瑜有很多接触的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国珍表示 在他看来 高瑜是一位非常勇敢的 有良知的记者与学者 他说 高瑜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们有枪 我们有笔 他认为 有理由相信 高瑜的所谓认罪是受到酷刑折磨的结果 我做的是触及法律师 我能够惊奇地感觉到 他在那个电视里面的讲话的声音 跟他平时讲话的声音是截然不同的 那种语音 语调 那种精神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我有理由认为高瑜在里面遭受了酷刑 我们不要认为酷刑就一定是毒打一顿 他有可能是不让他睡觉 有可能是不让他吃药 他身体不好 有可能是以其他的一大亲人朋友等等来威胁他 李娟美国的著名异议人士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金利博士 2002年4月因为持假证件回国 考察东北公朝 而在04年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 被判入狱5年 他认为当局在审讯高瑜期间 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杨金利在被关押期间曾经体验过 当局对他施加的心理上的酷刑 心理困境比如单独关押 单独关押一段时间就会让人崩溃 那当时我就接近15个月的单独关押时间 我必须想办法去克服 另外他就给你一些家里的信息 这种信息让你崩溃了 当时他就说他就滥事 我儿子在他们的掌控中 我儿子当时还不到六岁 我就想一个小孩子六岁被他们控制中 和父母分别了 被他们控制中 那小孩这一辈子 这个阴影的多大 所以当时就受打击很大 杨金利说高瑜只有一个儿子 中国当局很可能就是用他的儿子 来向他施压 VOA卫视 丽雅 任宇阳 华盛顿报道